近年很多人都選擇去驗身 關注自己健康當然是好事的 但驗身的計劃真是五花百門 究竟怎樣去選擇呢? 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究竟從醫生的角度來講 怎樣去驗身才對自己健康最有益呢? 第一件事要講的就是澄清一些大家有的 很普遍的錯誤的概念 我們經常都說病向淺中醫 病如果早些發現便會早些醫治好 這個很合理 其實這個講法未必完全是正確的 因為怎樣為早呢?早到什麼地步呢? 而且又要很在乎 如果我們早發現一樣病 要說減低病對我們的影響 要減低死亡率呢?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相應有效的治療方法 才可以增加生存的機會 好像什麼呢? 就好像你說有敵方射一些火箭過來我這裡 我就要有一些方式去盡早探測到 射這些火箭來我這裡 我們有一個預警系統 第一件事要及早知道先 早到什麼地步呢? 如果你的儀器是很好的 最理想就是它剛剛射出來 你就已經探測到 中間有個時間給你準備 這樣才叫做為早發現 如果你在手上的儀器 你只能夠探測到 譬如說它來到你城市的上空 你才發覺的話 那你都是預警系統 不過你發覺的 就比較遲一些 改變不了那個結果 因為你不能夠做什麼反應 你避開也好 你各樣反應也好 那麼它也是打到你的 好了 另一方面就是 當你真的有一個好的預警系統 你能夠及早 很早的火箭開始發射 你已經探測到了 這是好事 另一個問題要問的就是 你究竟有沒有一些很好的對策 當它真的射一些火箭出來的時候 射到你那裡 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擋到它呢? 你是不是有適當的 有愛國者導彈 鐵窮系統 你是不是有這些東西 可以擋到它下來呢? 可能有錢的地方就有了 如果你有一個窮的國家的時候 你沒有這些的話 當你有一個能夠及早 知道對方射火箭的預警系統也好 你沒有一個相應對策的話 其實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及早知道了 但是你沒有辦法應對 沒有辦法擋住它的話 最終它都是射到你 結果就是一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沒有需要去發展 去下預警系統那裡 因為你的預警系統幾好都好 但是結果都影響不到 其實檢查是一樣的了 大家都聽到很多 其實你知道 檢查的東西 就是千千萬萬種 那些檢查 究竟有多少能夠 真的及早 早到一個地步 就真的早到 容許我們有一個空間 去做適當的治療 令到那個結果 改觀改善的 是否能夠做到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即使我們能夠及早發現 那件事 譬如那種病 這樣計算 我們有沒有一個合適的治療 有效的治療呢 及早發現之後 我們做了那樣治療 真的能夠減低 例如致病率 或者是死亡率 那些能夠改善到呢 因為有些時候 那個檢查 它發現到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你發現到那件事 但是就不夠早 雖然是發現了它 但是呢 都不能夠改變到的結果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有些病 根本我們 那個治療方式上 就沒有什麼很大的進步 令到它可以及早發現之後 做了這些治療 能夠改變結果的話 其實你做那件事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我經常都說 醫療這些檢查 就不跟你去買東西的 不是做得越多越好 也不是那些檢查越貴越好 好了 澄清了這些基本概念之後 講這一集 我看這一集講不講得完 可能都 未必講得完 可能要分兩集 第一部分呢 我就會講一些 在醫生的角度 我們知道 一些檢查 是做了之後 就能夠及早發現 那樣問題 並且有合適的治療 如果做了的話 就的確可以減低 那些治病死亡率 那些測試 就是說我們醫生的角度 覺得這些是 會推薦給大家去做的 但是也要提一件事 就是推薦給大家做這些測試 就是在某些特別的場景才適用 就是說可能在某個年齡層做才有用 就不是說誰都可以 不是這樣的 就是可能某個年齡層 比如說 是預防肺癌的 這個檢查 這樣算 這個檢查 就真的可以及早 發現到肺癌 只要及早的話 我們治療了 就的確可以減低到死亡率的 但是就不是代表你 毛尼拉加在12歲的小孩 去做這個檢查 就代表可以減低到病的死亡率 因為12歲本身已經沒有什麼肺癌 就是說要在某個特別的年齡層 某些特別的群組裡面 就才會 就是效果最好 所以大家就要 可能要下一點心機去聽才行 接著我就會講一些 大家經常會聽到 很多人會叫你去做 可以預防哪種病 但是沒有包括在第一組 我建議做的檢查裡面 我就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些檢查 聽起來好像很有用 但又不是 醫生特別建議你做 最後我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一個經常會搞錯的問題 就是關於一些癌指標 就是驗血的癌指標 是不是真的有用 以及醫生會建議你做什麼 記住就看到最後 從醫生的角度來說 即是說一些檢查 是我們叫Screening 即是在一些沒有病的人 沒有症狀的人身上去做 都可以及早發現那種病 我就會分開年齡層去講 大家可以就自己的情況 看看自己是否適合做這些檢查 第一個年齡層是20至50歲之間 這個年齡層主要是關於一些女性的病 第一就是25歲以上 我們都建議女性做 子宮頸抹片檢查 基本上都是去診所 讓醫生做一個苦科檢查 例如用一些膠軟的素 拿一些細胞出去 檢查有沒有異常 過程都 一點都不舒服 也很安全 也不是說有輻射 主要是用細胞去檢查 如果細胞有不妥的話 例如細胞開始有病變 可能是早期的子宮頸癌 或者子宮頸癌的前期的話 我們就可以轉介去苦科醫生 把細胞 視乎什麼程度 如果很輕很輕的 就這樣 就可能用一些電鎖的方法 燒掉它 有些簡單的手術 不複雜的 大家也不用那麼害怕 就把它弄走壞細胞 或者有些時候 將附近的組織 都割一個小小的範圍 就是讓它清掉所有不正常的細胞 其實就一勞永逸 可以預防子宮頸癌 可以三至五年做一次就夠了 第二件事 就是45歲以上的女性 建議做乳房的X肛檢查 Memogram 其實都是這些X肛 主要是將乳房 它有一個機器 好像一個夾 將乳房 放上去 然後把它夾到有點扁扁的 然後就照X肛 看看乳房的組織裡面 有沒有不妥的 這個老實說 是可以有些痛的 也是有少少輻射 但也不是太多的 大家也不是太擔心 原理就是乳癌 很多時候它開始生的時候 它那個癌組織上面 就有些蓋化的 在X肛那裡 乳房造影那裡 它就會看到有些白色 細細粒 它這麼細的時候 你摸都未必摸到 它照的時候 就算很細 它都看得到 變成一個腫瘤很細的時候 你可以及早做手術 即可以減低乳癌的死亡率 這個都是建議大家去做的 一般都是每兩至三年做一次 基本上都足夠 下一個組別就是超過50歲以上 50歲以上最簡單 現在大家都可能聽過 就是檢查大便裡面 有沒有隱藏血液 英文叫FIT 即是留些大便 檢查一下有沒有血在裡面 主要就是大腸癌篩選 原理也很簡單 如果大腸裡面有癌症的話 因為大腸是一個空心的結構 如果有腫瘤的話 有時它越生越大也好 因為它是空心的 有時病徵就不是很明顯 如果你不去做測試的話 真的到有癌症的時候 應該的腫瘤也要有這麼大 要割治療的時候 通常都很難的 只不過是留大便 又不會不舒服 又沒有輻射 所以沒有什麼代價 這個也是非常值得做的 在50歲以上來說 如果有的話 及早治療也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 在65歲以上來說 有兩個測試大家可以考慮做 也是相當值得的 第一 就是骨質疏鬆的測試 叫DEXA 其實都是一些低劑量的X缸 照骨頭的密度 流失了幾多 如果流失了很多 有機會很容易 撞一撞 就算不撞 不跌也好 有時無緣無故都會斷開 一斷了年紀大 手尾很長 如果知道這些問題 我們已經有些現存的藥物 可以去吃 打針 可以增加一些骨質的物質 或者減低骨質疏鬆惡化的程度 從而減低骨質疏鬆 這個也沒有甚麼不舒服 都是在化驗所 躺下照 當然也有少許輻射 不過相對來說 都是值得做的 因為它的確可以減低骨質的機會 另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少聽到 但現在都越來越多地方會做的 就是照著肚子 其實肚子裡 近著背脊骨 有一條很大的血管 除了年紀增長 我們的血管裡 有些退化 有些時候 會慢慢令到 血管的壁脆弱了 脆弱了的話 血管裡的壓力很大 那些是動脈血管 那些壓力慢慢逼著 它會變成一個 好像血流那樣的東西 即是說 血管就增大了 好像氣球吹脹了 那叫做andurism 那這些andurism 如果你不理它 有時候沒有什麼病徵 如果它還沒出事 還沒爆之前 它就只是在那裡 你沒有留意不知道 尤其是吃煙的人 血管容易有這些問題 但是它一爆的時候 它是大血管 一爆的時候 流血出來 死亡率相當高 所以有些檢查 就是說 65歲以上 尤其是那些吃煙 吃煙厲害的人 那些人 最好 可能都檢查一下 做一下這些 腹部的超聲波檢查 看看有沒有這些andurism 那這個又沒有複射 就是超聲波 又不會不舒服 塗些啫喱在那裡 掃一下掃一下 一看就知道很快做到 這個也是值得做的 另一個就是近年都會建議50歲以上的人士去做 如果你又是吃煙的話 這就是預防肺癌的電腦掃描 我們叫做 No Dose